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三书的第一章主题是 行真理并接待神的仆人 约翰一二三书的主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一书讲如果我们爱神就要遵守命令彼此相爱 二书讲我们的爱心要用智慧 要行在真理中不要到处接待 否则容易接待了一些假教师假先知 有份于他们的恶行 因为接待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就表示认同他们 那么怎样才能确保不会接待到不对的人呢 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教导我们应当怎样接待人的真理 我们来看一到二节的经文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有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使徒约翰称赞该有表达他对该有很深的爱 是那份在真理里面的爱 约翰为该有祈祷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翰在这里表达的是灵魂体的关心 也是针对当时洛斯底主义主张把灵魂体分割 所以约翰的问安是很特别的 简单的一句经文却道出了信仰其实是整体的 信仰需要关心灵魂和身体 在约翰二书使徒约翰说道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的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识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志 约翰在二书吩咐使徒们 放在他们中间出去跟随敌基督的 若再回来就不要再接待他们 因为这些人是敌基督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显示出 这些人又回来了 在教会产生了更大的问题 现在来到了约翰三书 这个问题变得更大了 我们看五到七节的经文 亲爱的兄弟啊 凡你像做客旅之兄弟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约翰从以佛所拆派人 到这间有问题的教会 这些被拆派的人是忠心的 约翰用这书信 吩咐该由去接待他们 帮助教会重新在真理中得坚固 一同行在主的真理中 抵挡敌基督的人 该由只是一位按真理而行的弟兄 对教会没有权柄 约翰找他起来帮助教会 约翰没有找教会的领袖 因为这些领袖已成为敌基督的人 接待客旅如同接待主的使者一样 按上帝喜欢的方式来接待他 接待是与真理一同做工的 而接待对了就会蒙散事 接待错了则是行二了 在接待方面是需要分辨的 怎样知道接待对还是错呢 第七到第八节说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在约翰二书中也曾提及到 要还被错误接待异端者 因此约翰在这里提及 接待的三个原则 好使接待人有效地成为祝福的管道 第一 来访的人是宣教士 他们通常为了传福音才会外出 他们是宣教士 是教导真理为神的国度做事 并不是随便一个人来 我们就要接待 第二 来访的人是被拆派的 并持有教会相关的推荐函 例如在第十二节的经文里 约翰推荐迪米丢 因为迪米丢行善 有真理给他们做见证 第三 是出于甘心乐意 并非勉强或必须 接待会使教会和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丰富 一个不小心 我们很可能会接待的天使 因为我们行了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在真理和接待中 我们要知道平衡 我们做接待的要甘心乐意 不要勉强 我们就能在真理里面成长 我们来看九到十节的经文 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好为首的丢特肥 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万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主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在这段经文提到丢特肥这个人 约翰写推荐信给教会 但丢特肥不接受他所写的推荐信 并用恶言来批评论断他 不接纳老约翰和使徒 丢特肥不喜欢老约翰 也不让别人来接待他 如果有人接待了 还把他们赶出教会 老约翰称他为好为首的 因为他要主导整个教会的运作 接待与否是他说的算 不跟从他的就是不顺服 甚至被赶出教会 这封信写在主后 差不多九十到一百年中 当时其他的使徒已经殉道了 老约翰可说是 跟随耶稣的最后一个使徒 丢特肥不接待老约翰 又说他有问题 等于跟整个教会的肢体 完全脱离出来 以致以他为首的教会 没有遮改 所以老约翰来处理这个问题 丢特肥不跟随老约翰的教导 不顺服真理 又重伤使徒 等于是毁谤真理 他又禁止接待约翰 没有爱心 又把接待的人赶出教会 这是制造分裂和仇恨 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 亲爱的兄弟啊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迪米丢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 你也知道 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这里说不要效法恶 指的是不要效法丢特肥所做的恶事 丢特肥所做的一切恶事 已在教会当中蔓延 因此教会越来越不好 只要效法善 因为凡行善的才是从神而来 行恶的不认识神 因迪米丢行善 有众人真理和约翰为他做见证 因此约翰要该由效法迪米丢 他鼓励该由要跟随迪米丢 效法他的善行 老约翰要该由和迪米丢联合起来 继续接待那些传耶稣是道成 肉身真理的宣教士 教会人否继续持守真理 很需要他们起来行善 老约翰教导该由 不单单要帮助人往前行 并且要起来抵挡丢特肥 也就是抵挡二 因为真理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来效法神 要来行善 并要起来抵挡一切的恶势力 并要有爱 就可让福音传开去 哈利路亚 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里结束了 期待明天再相会 愿神祝福大家